辉州一个令人回味最浓的地方 喇叭过完开年之际 这里的年味可是你垂涎欲低 这里的新味会令你顿生疑惑 辉州咸鲜新味 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农历十二月初八称为辣八 在古代这一天是一个家庭祭祖拜佛的日子 而今天前口镇全镇总动员 搭起了戏台 辣八节对于老辉州们极其重要 当然是辣八粥成了一项重要活动 辣八在中国不是非常大的节日 但是辣八这一天 吃完辣八粥就意味着开年了 新年也就开始了 在辉州吃的辣八粥有非常独特的味道 它是咸的 当然这对辣八粥也有非常独特的故事 在辉州有过了辣八就是年一说 这一天吃咸辣八粥是固有的习俗 而真正的古法制作方式 似乎只有老一辈人才知道 看完大戏 今生老人依然要回家再做辣八粥 红豆经过细心挑选才能浸泡 因为这是他的老伴最爱吃的 您今年多大年纪 九十多年 九十几 九十一 九十一 身体很好 这个身体要靠自己保重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忧估就是锻炼 锻炼 金慎老人做辣八粥用料讲究 但是老人最爱吃的却不是这几样食材 就在我们谈话间 汪大道老人回来了 手里拿着的正是老伴金慎爱吃的干菜 这是辉州辣八粥的重要食材 就是奶奶说的豆角 干豆角 干豆角 在辉州这做辣八粥 就是足足备备都放干菜吗 要放蔬菜的 这个菜等于 就是加个八宝 八宝 这是农作物 这是老长的 要长寿 长寿 两位老人 纪念已有九十多岁高龄 但是膝下并无儿女 说起辣八粥的由来 汪大道老人拿出了自己写的一本书 这个里有一个故事 就是从前有一代老虎 他因为家里豪切难住 到当天没办法 到这一天 这一天怎么样 又要上台米都没有了 就死掉了 我死了 这个辣八粥呢 等于就是人民 我们就要群健 不要呢 好吃 那这就这个辣八粥 就是义苦饭 义苦饭 就这么意思 灰粥有句俗语 千日减柴 不及一日煮粥 通常这锅辣八粥 要在初期晚上后半夜 开始熬制 一直炖到第二天清晨 今生老人熬煮的这锅辣八粥 需要三个小时以上 泡好的红豆 稻米 下锅先煮 之后加入红枣 轮火熬制两个小时后 加入山芋 南瓜 芋桃 最后半个小时 加入干菜和豆角 也正是因为加了蔬菜 盐就成了主味 灰粥的腊八粥 才有了独有的味道 吃完这锅 五股杂沉 就成为了辞旧迎新的开始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今天来到影博士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黄山学院教授 也是惠州文化专家汪大白先生 欢迎您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依惠明先生 欢迎您 今天在我们这个短片当中 可能先是看到了 灰粥的腊八粥的制作 原料非常丰富 但是这个口感我觉得也很特别 因为我们一般喝到辣八粥 可能是甜的 我看您这道辣八粥 应该是咸的吧 咸的 我们灰菜在传统当中 它就很注重于这个咸味 灰菜有三个特点 叫种色 种油 种火功 这个种油 种色里面 其实就是除了盐 还有酱 还有火腿等等这些 那么这个调味过程 但实际上最后实现的就是 咸味很重 咸中油味 但中鲜 它意味着是我们乡亲们 对过去一年 那个农民生产的一种回味 一种丰收的期盼 其实要说到这个辣八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说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辣八就是年 可能也是因为辣八的时候 能够喝到这么一个丰富的辣八粥 但是我看一先生 咱们北方和辣八粥 跟他们做法还是差别挺大的 是吧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辣八粥三个字是一样的 但是辣八粥的配方 全国各地一样 差距很大 可有一个非常一样的东西 就是汇碎天下物产之精华 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产 然后它就把这些东西汇在一起 当然我这是笼统说 那么在那个辣月的时候 辣我们看那说文解字当中 可以找到它 它有衔接的意思 成前起后的意思等等的 有这个静神 还有祭祖的 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 但是它最后聚焦在这样一个形式上 就是在辣八节的这一天 大家去聚五谷来做辣八粥 这个是共同的东西 那么这个习俗 为什么全国现在十几亿人口都接受它 绵延两千多年 甭管是祭佛祖也好 还是祭自己的祖先也好 还是祭各地当地的小神也好 最后在这一点上 大家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认同 为什么呢 恐怕和我们的农工民族 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对 因为什么 我们是 说斯维典是土里刨石的 对 我们是要靠这些五谷来养育我们的 那么几千年来对这个五谷 那是一种天生的情感 其实就是老百姓家里头 平时辣八会做的这么一道辣八粥 没想到能有那么多的隐身寒意在里头 但是在辞旧迎新之后 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 就是那顿大餐年夜饭了 我听说在辉州年夜饭也要参加比赛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在辣八节这一天 吃当然是主角 准备年夜饭更是重中之重 今天 闲口证的人把吃搬上了擂台 如今的年夜大餐 吃什么 怎么吃 拉开了一场角逐主大赛 这个菜是我们从我们灰菜里面 有一个胡适一品锅里面 演变过来的 你改良以后感觉这个菜的优点在哪 改良以后 这个一方面在这个口味上有利益 这一块要有时候改良 要清淡 另外一点在这个营养搭配上 比较适合现代人这个生活 比较清淡一些了 里面这个原材料面含纤维素的东西比较多 下面全部是冬绳大 这个蛋脚里面剥的都是野菜 这个鱼的做法您是从哪学来的 我在一个老太婆那里 在她那里吃饭吃了八年 后来我们在帮她断活 在她就是唯一的 我们可以讲是偷学的 偷学的 偷学的 她就是讲纯天然的 也没有实际上没有什么作料 我们在购买这个营养的时候 一定要看她的决心的 在发鱼的时候 看到她内容 吃好的话 今天 今天大厨们亮出了自己的绝火 各式菜品已由咸味改变为鲜味之杀 一道道看似平常的灰菜 有了新的味道 即使不吃 但是看着 已令人欲罢不能 比赛进行到最后 一盘香气四溢的红烧狮子头 端上了评委席 应该说她这个狮子头是千呼万话使出来 我们等了半天她才来 然后端上来不过确确实是不错 这个好东西还是在后头 最终大赛结果揭晓 不出所料 摘着头筹的果然是红烧狮子头 其余菜是被乡亲们一一列入年一菜的菜单这种 红烧狮子头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式 之所以摘惯是因为它的魅力 其实早晨七点钟 红娟才开始备菜 之所以要临场制作 就是为了保持肉的鲜度 肉是选了当地黑猪的前腿夹筋肉 七分瘦三分肥 粗展细切之后不能剁得太细 大小要入比例 让肉之间保持缝隙才能含脂 这是红娟向我们透露的唯一秘诀 但是在按比例加入蛋清 葱姜等作料的时候 却绝口不提药令所在 为做好这道菜他花了一年的心思 过油之后再红烧 那纯香味浓的肉块与枝叶 将是令人无法抵挡的顶级美味 刚才看到的是几道 灰州菜的比赛 但是我就有一点疑惑了 因为刚才看到既有这种清淡的蒸菜 也有这种味道比较厚重的红烧菜 那这个灰州菜它到底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王先生 烹饪大比赛啊 其实我们历史上都由来已久 以前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前口古村 他有一个关荣的老祖先叫做汪华 那么在灰州影响相当大 被称作汪公大帝 那么每年既是这个汪公大帝之前 各家各户全村的老少 都要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 拿出来贡献给这个汪华 当年叫做 穷王 穷于的穷 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呢 逐渐的推导出许多精品和佳品 最特殊的是这样一个红烧柿子头 为什么他能获头痛奖呢 其实这里面也都有情感的寄托 一个价值的取向 别的小源字可能是人人分而失之 但是这个是大家可以一起共享的 共享 全家人共享 所以这也是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既能感受到这个浓浓的黏味 也能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啊 其实我们的民俗呢是在变 各地的菜肴呢也在变 与时俱进嘛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人们就会想 什么是原 这个原装的 什么是正宗的 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国家来讲呢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变的 也应该去变 但是有些东西呢又不能变 特别是中国人把很多自己的文化追求 所谓的价值观附着在这些食品上的时候 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了 那个过年吃的年糕 在北方呢是用大黄米 那么移民到南方之后呢 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这种作物 可是呢 他们发现水稻当中有糯米 一样是粘的 所以呢 拿糯米做年糕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北方我们叫元宵 到南方呢变成汤圆了 这都是在变 可是不变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那个年糕 那个年你不能去掉 不粘的东西不行 因为我们需要它的形因 做成糕状也是必须保证的 否则的话你比如说年粥 这个 我们那个文化内涵就无法附着在上面了 现在他们做出来的这些菜味 和以前的老辉州菜会有区别吗 有 他又在更加注重于什么呢 讲特色 讲文化 讲宝剑 所以现在的大PK 就是意味着这样一种文化的推荐 所以其实可能对于这些参观的民众来说 会觉得那是一个自己家参考的菜谱 是吗 就是过年的时候 自己家也可以模仿着 学着做几道 那易先生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形式 有一个问题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过去大家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时候 尽可能都把好东西留到春节期间 来犒赏自己 犒赏自己的家人等等的 那么现在大家经济条件都好了 想吃到这样一些美味的话 似乎不一定非得等到年节的时候 那么这个年味到底在哪呢 我个人觉得有两个东西 大概不能完全说是在菜肴里面体现 第一个就是家人的团聚 讲一个小故事 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也可以说是梦朗一回 19岁在农村 第一个春节 为了表示自己独立了 没有回家 我常在这地方 离我家并不远就在北京的延庆 但是为了表现独立 没有回家 我也尽可能给自己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但是在那一晚上 听着零星的炮声 不像现在那么的 如果像现在那么大的炮声的话 恐怕对我有刺激就更大了 你说比较穷吧 零星的炮声 当时我就想 还真不如李白呢 李白还可以举杯邀明月 三十晚上没有明月 我只能邀我自己 那么从这个小故事 我们就想啊 如果没有亲情的团聚 大家在一起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你把所有钱给老焦记去 让他尽可能去买了一些山珍海味 做好年夜饭 但是儿女不归 老人守着这么丰盛的这个菜肴 又会做何感受呢 这是其第一个味道 是亲情的味道 第二个呢 是时间点的味道 同样 这桌饭 我们现在随时都可以吃 为什么在三十晚上那一天吃 才别有味道 就在于我们跟时间同步 全世界过新年 大家都有一个习惯 用中国的话说叫做守岁 比如说英国人 就围在大门中的周围 听那个新年的钟声 但是呢 他只听客观时间上的一个钟声 中国人还在听自己的 那个时间的钟声 为什么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全世界人很难理解 中国人就在那一天 十几亿人 现在据说有十四亿人了 同时长一岁 跟着时间同步 一直到新的一年的到来 一直迎接自己一个新年的期盼 所以这两个味道 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 那么特别是在今天 我们经济发展之后 大家都到四处奔波 四处去创业 很难团聚 那么这个味道呢 也就更加难得 那八户后呢 所有的人都开始准备着年夜饭 但是其实在辉州 还有更特别的味道 在等着我们 喇叭过后 老辉州们开始杀猪被粘货 猪腿往往要腌制成火腿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不储备这一美味 就没有任何味道可言 这个火腿要做多长时间 要半个小时这么把盐巴 搓了再放到那个桶里去 搓好之后 一起搓好之后呢 再放到桶里去 盐制四十天 这个火腿今年过年做 是为明年过年准备的 灰菜 灰菜不等同于安灰菜 它起源于黄山路下的古灰州 火腿是灰菜的传统调味品 依靠它甚至可调制几十种菜式 在黄山市灰州区的民间沿袭中 这令人惊讶的就是这婚宴 从八大碗八碗八到十碗十六 令人眼花缴乱 但是他们各有各的用处 各有各的说法 在灰州当地有一句俗语 叫腊巴过完 有钱没钱 娶个老婆回家过年 老灰州的婚俗上分为六里 而今天已经相对简约化 即使这样 这里的婚礼习俗 从迎金到取金完成 也需要四天的时间 在外地人看来 这里的婚俗既有新意 又透着年味 今天是取金的日子 这是新年更为独特的味道 这一天新娘进到婆家 必须要带上鸡笼子 而且一定要把鸡蛋放到床上 配上一壶美酒 当这一切准备好以后 新娘子才算真正进门 此时 后厨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北方人结婚吃饺子 但是这里必须吃团子 对于灰州婚俗的六里而言 迎娶这一天极其重要 但是今天的宴席 只是传统的八大碗 或者八碗八 甚至有些人家把婚宴摆在了街上 村里只要是路过的 都可以坐下来 喝喜一番 而十晚十二 十晚十六 有更重要的用途 这个平常我们都不是的 因为这个就是婚嫁的时候 就是新女婿散门 娘家给新女婿招待新女婿的 就是要十二个盘子 是冷 是甜 是热 在上菜的程序也有讲究 先上是甜 甜甜蜜蜜嘛 是是容易嘛 不是是的 那这些主要菜 主要是它的配法和白法 比较独特 其实吃的这些佐料 都是旁见的 对吧 无论灰菜如何变化 在老灰州的眼里 这本土的婚宴 就是它的根本 似乎不到灰州 就永远尝不到这种味道 旧地取材 以仙至胜 永远是这一菜系的 秘诀所在 刚才是看到了一场 惠州的婚宴 那个地方我觉得结婚 特别有讲究吧 有什么样独特的婚俗 汪教授 今天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村落 也是个千年古村落 它叫城坎 一个村子 它就有两个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在这个 千年发展的历史当中 它这个民俗 特别是婚俗 它一直就腾传下来 二三送完赵王爷之后 到三十之前这段时间 全国各地普遍有一个习俗 就是这个多有嫁娶 为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说法 叫做赶乱岁 简单说吧 就是说中国过去呢 在文化上有各种各样的忌讳 禁忌 那么说二三之后 赵王爷呢 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去了 诸神呢 都已经上天了 人间呢 没有神来管了 这时候叫做百无禁忌 如果平时在算日算不好的时候呢 在这几天是不犯任何忌讳的 那么现在当然情况变化了 时代就发展了 我们尽管已经更加极简 和更加这个简约了 但是呢 整个的这四天的婚姻啊 他是要把这个亲情要做足 把新郎新娘新婚这个新子要做足 结婚仪式当中 把这个婚宴办得更加丰盛 它有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菜肴都寄托一些它的文化追求 比如说 我听说啊 就是他们辉州的这个婚宴当中 上的第一道菜呢 是鸡 其实鸡鸭鱼肉我们倒是挺常见的 但是他把这个鸡头呢 是要对准新郎官 最后一道菜呢 是鱼 鱼尾呢 要对准新娘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叫有头有尾 那翻译成现在我们比较时尚的话说 就是白头鞋 是吧 他就通过这样一些菜肴的这些摆放啊 仪式啊 给他起一个吉利的名称等等的 就把我们追求的一些文化价值呢 附着在里面了 他这个新郎官 陪着新娘 回娘家这一次 那么战人战母娘 来招待女婿这个餐宴 是最特殊的餐宴 那么他叫十六万十六 那么我们回州有一句名言讲 战母娘见女婿 就好比见皇帝 这个特别的深度 这么高的位置 特别的深度 所以这个既西万之重 也是很特别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行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 把自己在天地之间摆正了一个位置 那么简单说呢 在年夜饭的时候 他要汇聚所有自己的亲情 在婚宴的时候 就不仅仅是亲情了 还要汇聚天下之高棚 这样我们看 人在天地间 在家庭内 在社会上 几种菜要把它结实了淋漓尽致 所以这个各地 其实婚俗上都有自己的讲究 在这些讲究当中 也是蕴含着当地的一些文化 但是呢 其实话说回来 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 可能他不用仔细去分析这些道理 反而是自然而然的 能感受到这种亲情 和互相之间的关爱 或许在过去的一年 您会有一些遗憾 也会有一些不满 但是我们希望 借着今天的这一道大餐 能够让大家对于明年 有一个新的期盼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